日本空手道冠军石井红和弟弟石井英明来到金武门挑战霍元甲 当陈真开门后石井红便抢先走了进去 可是霍元甲却并不在金武门 但石井红依然不依不容 文听此言刘振生怒火中烧 当即表示要以自己中国武术冠军的身份和日本空手道冠军较量一下 石井红听后将木鸡踢到一旁 随后两人摆好架势便攻向对方 石井红出拳刚进有力气势逼人 而刘振生则勇猛快速清零多变 两人拳来拳往剑招招招游拳到脚游下道场 一时间难分难解 在大战几时回合一个对角后 各自便又回到原地再次摆好架势 刘振生见状立即改变策略以脚带拳发起攻击 可是却被石井红一掌击中脚心后退束 顿时疼痛难忍 石井红刚要趁势追击 陈真立马飞出两脚将其拦下 刘振生当即表示自己还没有输 还要继续比试 可是石井红却表示他不是自己的对手 要和陈真比试 刘振生听后脸色突变 陈真摸了摸鼻子摆好架势 刚要和石井红交手的时候 却被外出归来的霍元甲及时阻止 得知石井兄弟的来意后 霍元甲表示习武不是为了争强好胜 于是婉言拒绝了他们的挑战 石井英明见霍元甲不接受挑战 便提出要和霍元甲谈五论道的想法 霍元甲听后欣然接受 三人围桌而坐石井红率先发难 他表示自己开虹口道场的目的 就是为了证明日本的空手道 才是天下无敌的武术 霍元甲则并不赞同 他认为自称天下无敌的武功 其实就已经露出了极大的破绽 就算可以无敌一时 也绝对不可能无敌一时 中国的武术远远流长博大精深 但是从来没有一派敢自称天下无敌 石井红听后立即反驳 中日之间武术理念的不同 注定了双方不欢而散的结局 临走前石井英明借警察之际 向霍元甲挑衅 霍元甲看出对方之意 于是抓住其紧握茶杯的右手 将全身之力 急于手上只见茶杯瞬间破碎 但是他却用自己的茶杯将茶水接住 临走前 石井英明却故意走到陈真身前 再一次强调他的武功 才是金武门所有弟子中最好的 将来的成就也是最高的 说完又走到刘振生 面前轻烈地看了他一眼 这让刘振生很不服气 于是拉着陈真便要再和他比试一次 以此来证明自己才是金武门武功最高的弟子 霍元甲见状马上将其拦下 这天陈真和梁霞吃饭的时候 突然遭到了梁霞仇家的袭击 梁霞知道霍元甲并不想再让陈真参与帮派的争斗 于是叫陈真先走 可是陈真还是选择留下帮助梁霞 只见他每次出手必有一人倒地 很快便将对手全部制服 却也因此被带进了寻补房 很快刘振生便来到牢房找到陈真 此时的他已经知道上次比试是陈真故意输给自己 于是想趁着霍元甲不再真正地和陈真比试一下 说完便动其手来 可陈真却接连抵挡并没有出手 就在此时霍元甲及时赶到阻止了刘振生 并且对其指责了一番 可是刘振生却表示自己是中国武术大赛冠军 也是金武门的大师兄 如果武功不是最好的自己 根本没有办法在金武门里 陈真上次假装输给我 我只是想求个明白 到底是谁不光明磊漏 陈真是我们的时间最短 说完便走出牢房 霍元甲看着刘振生远去的背影 脸色异常沉重 晚上陈真回到金武门发现刘振生正在等他 陈真见状本想离开 但是却被刘振生叫住 刘振生拿出武术大赛冠军奖杯 这东西如果不真属于我 我得到了也没什么意思 大师兄你别再逼我了 陈真 我今天一定要跟你翻个胜负 话音未落刘振生便抢先发起了攻击 只见他出招异常凶猛 任凭陈真如何忍让 可他却依旧不依不饶 陈真无奈只好开始反击 两人的拳脚声顿时把师兄弟们全都引过来 打斗中刘振生不慎将桌上的奖杯踢了出去 而这奖杯正好被赶来的霍元甲接触 霍元甲见刘振生如此固执 也不再阻止 第二天霍元甲带着徒弟们赶到比武场 刘振生早就迫不及待在刺抖后 霍元甲告诫两人不管结果如何都不能伤和气 两人果断答应 在行完报权力后便交起手了 为了打败陈真 刘振生一开始便使出权力 只见他出拳刚进猛烈气势逼人 而陈真则稳扎稳打地其锋芒 两人拳来拳往瞬间便互相击出了数十拳 在从拳到脚大战几时回合后 两人一个对角重新摆好架势 此时陈真转头看了看场外的霍元甲 霍元甲则直接闭上眼睛 这也让陈真终于下定决心使出权力 但见刘振生使用弥宗拳向自己攻来 他同样使出弥宗拳给予还击 两人拳法快如闪电顿时令人眼花缭乱 但陈真的拳速还是更胜一筹 很快刘振生便招架不住被骑一脚踢退束 刘振生大喝一声继续攻击 而陈真这次则利用脚下步伐结构的变化成功将其牵制 在陈真虚虚实实的动作下 刘振生顿时没有了还手之力乱了方策 很快便被陈真击中数拳外加数土 刘振生心有不甘想要继续攻击 可此时陈真的武功在经历了红飞和仙罗武士两次生死决斗后 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 不仅出拳迅猛凌厉 而且还能出其不意 在他暴风骤雨般的打击下 刘振生再也没有了还手之力 并且被陈真迎头一记侧踢踢踢飞出去 被陈真打败后刘振生羞愧难当 自认为再也没有资格当金武门的大师兄 不顾其他师兄弟们的安慰独自狂奔而去 看着刘振生离去的背影霍元甲心痛不已 晚上刘振生找到霍元甲表示自己已经没有资格留在金武门 他没有办法再面对金武门的师弟师妹 而霍元甲则让他勇于面对失败 但是刘振生却表示自己做不到 随即便跪在了地上 跪泻了霍元甲对自己的大恩之后便转身离去 第二天一早刘振生在和陈真告别后便离开了金武门